所以順利的進入住宿的酒店 但是呢 卻有抗議的民眾 佔據路口害的轎車 撞上了摩托車的騎士 現場連線記者 陳立如帶我們來關心立如 好事的準備觀眾朋友 你可以聽到 現場是相當的吵雜 就在剛剛呢 這個層層警力 跟這個巨馬的介護之下呢 陳玉琳的車隊 剛剛已經順利的 抵達這個飯店了 那麼透過畫面 我可以看到呢 就在他下車的那一刹呢 現場不少民眾 都明暗喇叭 他來鳴敵嗆嗦 那麼在這個 當中呢 陳玉琳還是面帶笑容 向民眾來揮手致意 那麼他在進入這個飯店之後 現場民眾呢 嗆嗦的民眾還是不肯散去 而且是越聚越多 現在正在現場進行嗆嗦 來看現場的情形 What we want 我們臉的太好啦 這個企圖要衝破封鎖線 來衝破管制區喔 遭到這個警方來制止 現場是一度引起高度的緊張 還好呢 在警方柔性的勸導之下呢 這位要闖越管制區的民眾已經被勸離開來了 不過回到這個中港跟安和路這個路口 也就是陳玉琳剛剛抵達的飯店大門口呢 有很多民眾越聚越多了 而且呢還在現場不斷的鳴敵嗆嗦 現場可以說非常的吵雜 而且警力也越聚越多 層層接骨 這是我們在現場為你掌握的情形吧 鏡頭交換給郎內 好 那是在議員飯店外面呢 看到了有這個拉扯的情形 馬上進到現場來聽陳玉琳的講話 親切的慰問 對在這次地震災難中 遇難的台灣同胞 表示深深的哀悼 各位朋友 時間過得很快 轉眼又是一年 當台中的長壽花 花開萬紫千鴻的大好季節 我迎海協會董事長江炳坤的邀請 所以海協會商談代表團 來到了這個充滿著創意 活力和文化氣息的台中 舉行第四次兩會的商談 看到這麼多的新老朋友 想到我們兩會又能夠為兩岸的同胞 做一些實實在在的事情 我們的心中非常的激動 在這裡 我要向台中的父老鄉親們說一聲 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 對我們的熱情相待 我還要感謝 感謝我們的江東市長和海基會的各位同仁 感謝台中市的胡志強市長和他的團隊 你們為了兩會的順利進行辛苦了 我還要感謝你們 媒體的新聞界的朋友們 因為由你們的熱情參與 兩岸同胞 亞洲乃至世界上 關心我們兩會進展的人們 將會即時的瞭解這裡所發生的一切 我還要深情的感謝 為了我們兩會順利進行 為安的 警察的 那些兄弟姐妹們 這幾天 我在北京的電視里 看到你們 太辛苦了 我們衷心地感謝你們 最後 請允許我 代表我們大陸的同胞 向兩千三百萬台灣同胞 說一聲祝福 祝你們 人人幸福 歲歲平安 一年多來 海協會和海基會 平等協商 善意溝通 積累共識 務實推進 我們簽署了 一系列 有利兩岸經濟發展 和 民眾福祉的協議 這些協議的落實和推進 產生了 無數的人流 物流 資金流 變成了 經濟效益 和社會效益 正是兩岸同胞 互蒙其力 歷史 已經證明 定將繼續證明 前兩天的地震表達了關切 同時 謝謝從市長到海經會董事長到所有的警力 所有的工作同仁 在這一次針對陳雲林的整個部署 工作相當的辛苦 他也表達了非常溫情的感謝 邰坤董事長